不比佳佳 我是维佳 那现在在市场上面的很多的客制球鞋单位呢 都有推出这样的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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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不同的改设的进氧的Air Force 1商品 还蛮贵的 随随便便就有卖到1000多 所以啊 我们节目组今天给大家做一期 客制的Air Force 1进氧的教程 先来投票 你觉得这样子的进氧效果的Air Force 1好不好看呢 OK C级普版的Air Force 1 680块 之前拍完节目继续用火红灯瓦 呀 该来用美 一个东西可以做两种做法 没有水饰品 酒精 饮料 30毫升 这个驱魔剂手套 为了让这一双Air Force 1看上去更加的烧气一点呢 我还买了这一些配件 挂在鞋子上面的蝴蝶 SUSH GOGO 哇 这么多的项链 然后这个扣针 看一下使用说明 将鞋子卸下鞋带 整鞋进行去磨 包括鞋舌和中底 去磨是为了让浸料更好的渗透 师傅别念了 别念了 就等于我们要把它先去磨 去按磨 再去浸 我好像遗漏了一个东西 我没有盆怎么浸 这个盆可以浸吗 算了 我们要去买一个吧 三十九块九 买了一个置物箱来做养料的盆子 那我们开始动工了 先给佳哥点一波关注 三连一下 加个转发 干起来 好 三十九块九 买了一个置物箱来做养料的盆子 买了一个置物箱来做养料的盆子 那我们开始动工了 先给佳哥点一波关注 三连一下 加个转发 干起来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个太臭了 你们看到我戴这个手套会不会有点害怕的感觉 来 小兄弟翘高 感谢佑姐 赞助化妆棉衣包 来 我们开始去磨了 未成年小孩请在家长指导下观看本期视频 不要自己随意操作 记住了 哥哥是有练过的 感觉好像擦完了这层膜之后 等一个feel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是去了磨 这个没有去磨 它很明显的区别有没有 没有去磨的呢 你看到它是焕发了Air ForceN本有的光辉 然后这个去完磨之后呢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我的手指 朋友们 工伤 穿了 我中指自己穿了 怎么回事 你这个是什么水啊 怎么捕食了我的手指 说明书上面写的是 把这两瓶的30毫升的 饮料呢 放在8升的水 这个箱子是25升的 就三分之一就ok了 但是它说要40度的温水 我们决定要现场煮水了 朋友 8升的水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要把它煮开 我不是求鞋佛祖吗 怎么变成了做美食了 感觉现在 好了 哦 让我今天这个饱受磨难的手指 再来测一下这个温度 而是 我的右手中指 你很难啊 我拦手指了 不是金手指了 不好意思 中指对上你们了 哇 马剑打系列的这种 不要随便学啊 小朋友 我今天还穿了个白衣服来 我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它给弄脏了 不要要被右指 哦 哈哈 好巧我戴手头 啊 啊 音我不到的你 哇 哇 你看这个有点帅有没有 感觉就 哈哈哈哈 才敢说 不要把它弄脏 我一家23块钱高贵的Brainstar就没有了 我今天还穿了个白衣服来 我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它弄脏 来 我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它弄脏 我感觉现在这个颜色已经挺好看的 要把这个水晶杯压下去 不要上来 都不够穷 明明强强 OK了 OK了 我们要涂法链钢啊 涂法禁仰 哇 哈哈哈哈 我这家手掌已经完全被了阿凡打了 你看 啊 既然我这个衣服都这样子了 来个痛快吧 OK了 兄弟们 点赞 One hour later 好 Air Force One最近又位了没有 还有我的最近的Printstar 兽人永不为奴 干杯 哦 Shit 有点不均匀了 你看没有压得很好 所以这一边呢 会有一点点的不均匀 感觉还可以哈 其实不均匀也是一种美 现在它这个蓝呢 有点像蓝丝绸那种蓝 来对比一下 这是一好看还是二好看 当然是一好看 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 哇哦 你看这个很均匀 原来这一只还是侧面这里会有点不太均匀 但右眼看见是比较均匀的 这种蓝有点像以前圆珠笔画上去那种蓝 然后我现在知道它这个去膜剂的作用了 你看之前我刷过去膜的地方呢 会有一点点痕迹在 然后看一下我这一件23块钱尊贵的Printstar 哇 其实它不太均匀的 你看养的 又应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个广东话 一只静眼一双鞋子一件衣服赚了 这个有点斑驳的蓝色 感觉有点好看 其实我没有扎眼 只是我把它拧起来要放下去 就很随机的 并没有说怎么公益扎眼怎么鬼 那我们把它晾一个晚上 等这双鞋子干了 等这衣服干了 看看 恶不ok 关注三连 时间又过去了 一天一夜 我们的成品出来了 先看看尊贵的Printstar 最终变成了这个颜色 你觉得一到十分 这可以打多少分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最后的成品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鞋带还是保持白色最好 所以我并没有放鞋带下去压 上好了鞋带之后 是不是就有那味了 因为我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一个作品 大家就暂时先看一下 你看鞋垫我都还没上 如果你觉得这个蓝色太深了 有点泛红了 有点像屎可狼的那种放红的金属颜色了 你可以再次的使用这个去膜剂 把它刷一刷 就不要太难 有那位吗 哇哦你看 马上感觉就贵了不少 这个鞋子有没有 这里还有一些链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要它要个几十圈了 你看 这也不错是不是 好吧 那你觉得这个渣瘾 你可以打多少分的 来看看 好 那我们最终来算一算 我总共花费了多少钱 你觉得我是赚还是亏 就用自己来打造一个这一个 还是说你直接用钱去买的 DIY跟客制啊 现在也是大家获得 5152的属于自己的一双鞋子 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用钱去买现成的也好 自己买回来自己改也好 我都非常的建议 但记得了DIY的本意 是你要用正品来进行创作 而不是用假货 千万不要用假货来进行 那你就歪曲了 球鞋DIY Custom的本意了 好吧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给我三连 大家不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年晚六名